在俄罗斯 这个冰川消融 所以很多北极熊 失去他们原来生存的地盘 以及食物 所以饥饿难忍 居然打劫垃圾车 你看看 一群熊去扒这个垃圾车 饿坏了 最近上海野生动物园 也发生了一幕惨剧 一群黑熊把饲养员给撕了 这个事儿大家听着很心痛 很伤心 但是痛定撕痛 大家也发现上海野生动物园 有很多黑幕 很多问题 所以黑熊吃人 必定有其原因 它不是莫名其妙 受性发作 所以很多人把怒火指向 野生动物园的管理方 他们说这些黑熊 其实就没吃饱过 没吃饱的黑熊 把饲养员给撕了 这确实是个人间悲剧 所以我们也除了关注人的发展 幸福之外 也应该关心一下我们的同伴 我们的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和生存状态 不要再大肆地掠夺 不要把动物逼到绝路上